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王不只三分鐘 為什麼沒有看到老王呢 因為今天颱風天 雨外面下的很大 那他趕不過來 簡潔是說再不開路的話 他就不簡潔了 我趕快來代班一下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小王不只三分鐘 熟吃股市不費工 小王不只三分鐘 自在悠遊股海中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 小王不只三分鐘 讓你風險握手中 那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個問題 你看這是道琼的指數 你看他是不是已經突破六月份的高點 我上次有說過 他突破在股票箱裡之後 會來到前高點 哈囉 你來了 我趕快幫你代班一下 簡潔是說你再不來 他就見不簡潔了 大家都很緊張 外面雨下這麼大 可是很難的來 你知道嗎 回來 就看到有人 莫名將霸佔我們的主旗台 我下去 不會不會不會 各位觀眾你看 都是水啊 欸 今天這個雨真的下的很大小便 超大 打雷 打雷 我以為發生什麼事 對啊 以前有人講 講一件好笑的事 就是說 如果是下雨天 股市通常表現比較差 為什麼 因為 沒有熱情啊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懶得到浩子去下單 對不對 這好像是有邏輯的 就是說 我每次看到下大雨 心裡就會覺得 哇塞今天股市可能不會很好 因為下雨 沒有人想去靠著下單 所以有這樣子一說 懶得出門 懶得出門 可是有這個很奇怪 現在不是電子下單了嗎 對啊 不過 我今天各位觀眾 你真的 你們真的要很感謝老王 因為我真的 這個 我們這次免費 對不對 不是要給會員的 我很不想啦 雨下超大 這個走出去幾乎都淋濕 今天台北市雨超大 但是我跟你講 老王就是佛 答應你們的禮拜二禮拜五直播 就是不能缺席 如果說出去說 因為雨下太大 今天老王不錄了 這不是很好笑嗎 我先問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播重播 先優命起來 先優命起來 好啦 不要亂講 今天 今天 我們要重來開始 剛剛觀眾比較會有感覺 來 正版的來了 正版的來了 回去回去 來 5 6 7 8 歡迎收看 老王不止三分鐘 收支股市不費工 這剛才小編講過了 我們唱一個 老王不止三分鐘 帶你賺錢最高峰 唉唷 這也不錯 還有這個我最喜歡的 老王不止三分鐘 一心一德 貫徹始終 不要亂來 老王不止三分鐘 那 一定帶給大家滿滿的收穫 滿滿的收穫 非常歡迎大家 鎖定禮拜二 禮拜五的晚上 9點或9點半 這兩個時間 因為 這個時間長短 到底什麼時候播 要看老王錄的時間長短 還有簡介是 我們上字幕的長短 如果早點播就9點 晚一點播 9點半前盡量趕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 在線上 在聊天室跟我們一起同樂 你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老王 老王可以回答的 就回答大家 但是針對單一個股的部分 盡管會有規定 我們不能對非特定人 做單一個股的評析 所以如果你問我單一個股 在聊天室問話 沒辦法回答 你可以透過什麼 用個方法 比如說A股票 今天頭戲買差 但跌破十字均線 這樣該買還是該賣 類似這種問題 你用ABCD來代替 我會比較方便 來聽你做教學上的回答 大家聽得懂嗎 所以我不能回答單一個股的漲跌 這個各位觀眾要清楚 那我們就趕快來 今天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昨天美股又創新高了 跟老王哥預測的一樣 接下來挑戰歷史新高 有希望的嗎 好這個我們 過去兩次的直播都有提醒大家 我們先提醒大家這個 兩隻腳 好各位觀眾 小便你先不要回答 各位觀眾 我們在上次直播 我們就假裝我們是K線型態大師 我們說這兩隻腳 在技術面叫什麼 一隻 一隻的話叫蜻蜓點水 兩隻 好各位觀眾 來知道了 聊天室打出來 聊天室趕快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對對對 寫出來 比較OK啦 我剛才說聊天室趕快打出來 好怪怪的 聊天室知道了趕快寫出來 好小便我問你 一隻叫清瓶點水 兩隻叫什麼 雙鎚打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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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雙鎚打樁 我們那時候告訴大家 這種形態就是要反彈的形態 那反彈上來呢 我記得上禮拜二的直播在這邊 我們告訴大家 已經擅上三條軍線 然後這個叫形成所謂的什麼 多方趨勢 三條軍線站上叫 三條軍線如果灌破叫 三生無奈 所以這個叫三陽開泰 三陽開泰就果然持續一路往上大漲 禮拜五的時候我們來告訴大家 上禮拜五我們說 他已經突破了什麼 七月份的前高壓力連線 等於把這個區間給突破了 我們說既然是突破 未來就會往哪邊前進 往六月份的高點去挑戰 在這個地方 果然昨天也挑戰成功 而且是大量突破了 以上針對美股的分析 這個老王都有講在前面 告訴大家 技術分析的突破跟站上軍線 多麼的好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上禮拜五的VCR 突破這一個前面前波高點之後 往上 下一個目標 當然就在挑戰這個什麼 六月的波段高點 六月波段高點再來 所以你先不要急著要挑戰歷史高點 你先來挑戰這個六月份的高點 我覺得是比較恰當的 六月份的高點 如果可以一次突破像這樣 拿一個長紅或跳空突破 那就確認突破了 那就很猛了 那等一下我再跟大家交代後事 那如果只是點到這邊沒有長紅突破 那就小心喔 它會形成一個短線的壓力 在這邊會稍微震盪一下 所以你在這個相對的高點 你剛突破的時候 你來積極看多做多都OK的 但是如果一旦長到這個高點壓力區 你反而要注意喔 要觀察它 能不能突破 有看到了 所以每一次 各位觀眾你要記得 站上三條軍線叫做反多 那如果能夠突破前面高點壓力 你記得這個就突破嘛 那就代表這個股價會往上帶動 這樣子的技術分析 除了運用在指數上面 也可以運用在個股 如果你的個股遇到這種突破的區間 而且手穩沒有再快速回跌的 像我們之前看到的費半 拿斯達克一樣 當然就持續往上 說告訴各位觀眾 今天六月的高點 昨天晚上已經被突破了 接下來觀察重點是什麼 觀察重點就是這個六月的高點 突破前高的壓力 不要快速回跌 只要可以守穩這個全高壓力之上 那就回到像跟這邊一模一樣的形態 未來就持續往上 那禮拜五我們教過大家 它就是一個股票箱 接著一個股票箱 過去四到五月是一個股票箱 六到七月又是一個大的股票箱 按照等幅測距 這個測距 等幅測距很簡單 就把上面最高點的區間的高點 跟區間的下緣的低點 做個測量 大概這個距離 把它往上移 這叫等幅 等幅 等幅就等距離 等幅測距就是測量它的距離 等幅測距 目前這個區間已經被突破 它的等幅測距就往上調 移過來 顯而易見 歷史新高 如果未來這個區間往上調的話 是會被突破的 這就是我非常清楚的結論 我在上禮拜 是不是就這樣結論告訴大家 上禮拜就告訴大家 它會來突破 它會來挑戰 六月份的高點 果然挑戰成功 所以接下來 這一條 六月份的高點連線 非常重要 好 龍哥 那科技股指數開始回檔 要不要緊 對 有趣的是 各位看到現在道琼指數的往上 大漲 這裡拉出幾連紅 一連紅 兩連紅 三連紅 四連紅 五連紅 六連紅 七連紅 道琼拉出了七連紅 可是你看 納斯達克指數怎樣 最近就是兩根黑K疊下來 不過說實在 這是個輪動 什麼叫輪動 來看納斯達克這邊幾連紅 一連紅 二連紅 三連紅 四連紅 五連紅 六連紅 七連紅 那回檔之後 輪到了道琼往上來七連紅 等於是個接棒的動作 就我們之前常講的 這一次全球 就今年以來 科技股始終站在臨跑的地位 那臨跑之後 帶動道琼的往上補漲 因為畢竟這些早就創造歷史新高了 那道琼還非常弱 那接下來重點怎麼觀察呢 科技股指數當然不能轉入 你不能說科技股指數 大跌 然後道琼在創高 沒有這種道理 通常都是科技股指數要比道琼來的強 所以如果你說道琼要去突破歷史新高 科技股指數就不能落到哪 這樣各位觀眾知道 那回過頭來看 上禮拜我們告訴大家 納斯達克短線就看五日均線 如果跌破會開始震盪 你看上禮拜 昨天已經一根下來 開始做震盪 我們說納斯達克跟肺斑一樣 都是看五日均線 那殺下來的過程當中 短線開始震盪 但是波段的角度改變了沒 其實你可以看 這個是我們上次談過的 納斯達克是一個區間 區間突破之後 我們知道這個區間上原 原本是壓力會變什麼 變支撐 支撐 它有沒有灌破 沒有 再看支撐的附近這裡有一條 這個紫色的線叫什麼 十日均線 所以我們可以說 短線支撐呢 如果它可以守住五日均線 就會沿著這邊這樣 持續的創高 那一旦跌破五日均線 代表它會橫盤震盪 不代表它走空喔 就是橫盤震盪整理 也許還可以再創高 那個創高的條件就是 再站回五日均線 那萬一站不回五日均線呢 不用太過擔心 下面有一條十日均線的波段支撐 只要十日均線可以守住 那基本上短線震盪橫盤 都還是有機會 重新站回五日均線 然後再挑上高點 我想我這樣講是非常清楚 尤其各位看 十日均線的位置 是不是在跟這個區間的上緣很靠近 有沒有 非常靠近對不對 那我說這個是支撐 十日均線也是波段支撐 所以等於這裡有兩個什麼 雙重支撐 所以除非你看到一個雙重支撐 黑K把它灌破 不然的話 那基本上 短線雖然說 沒有那個像之前這麼強掌 開始進入橫盤整理 但是 還是多頭不變 那你說 整個NASDAQ要翻空 而你真的要大放空 整個全球股市要大崩跌 關鍵的角度在 關鍵在這裡 關鍵就是在這條月均線 上次是月均線守住 上次假跌破 我們說前低守住 不用擔心 還是多方趨勢 又要大漲 接下來一樣 長期的慣性支撐 還是月均線 如果哪天 一根長跌砰 殺破月均線 而且斬不回去 那我就告訴你 這個才是真正 NASDAQ做頭的時候 這樣聽清楚 以這樣來看的話 只要5日 10日都在守住 在短線上 震盪之後 還是非常強勢 那不小心 10日均線灌破來到這個位置 因為還有月均線的支撐 倒也就長線的角度 也還不過太過擔心 那我們來看看 廢城半導體指數的部分 因為看好NASDAQ 再看廢城半導體 它就是一樣 廢城半導體指數 是上禮拜 我就跌破了5日均線 有沒有看到 過去我們提醒大家看5日均線 這邊第一次有守住 第二次跌破 代表它要進入怎樣 橫盤震盪 稍微休息 所以昨天晚上 真的又在往下殺 你看 這裡跌破5日均線 隔天又再往下震盪 震盪的過程當中一樣 跟NASDAQ一樣 你會發現這個紫色線 紫色線是什麼 10日均線 它有沒有打到這個10日均線 有嗎 所以我告訴大家 科技格準數 不管是NASDAQ 或是廢盤 廢盤 它們目前都是看10日均線 為一個波段的支撐 守住的話 短線震盪休息一下 還是有機會去站回5日均線 然後再創高 廢盤昨天跌下來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重要的 一個獨房缺口 獨房缺口也守住 所以等於有雙重支撐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說 萬一10日均線沒守住 跌下來 也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這邊 是不是上次廢盤突破的區間 我們告訴大家 突破之後會往上噴 噴上去 疊回來 這個是不是可以區間上緣 原本是壓力 現在變什麼 支撐 所以回側支撐 如果可以守住 就整個長線的角度 還是多方趨勢 那這條越均線 是不是在持續往上 是不是在這邊 將近很靠近了 所以這邊會有個雙重支撐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NASDAQ在這邊 會有10日均線 跟這個 區間上緣的支撐 雙重支撐 廢盤在這個地方 會有越均線 跟區間上緣的支撐 所以 不管怎樣來看 科技股指數 就短線來說 雖然進入了回檔修盛 但還沒有到全面翻空 或是短線 變成非常弱勢的情況 都沒有 短線、震盪、休息 都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情況 好 董哥 怎樣 你看那個好是怎樣 你看那個好怎麼有點中氣無力 太邪的感覺 對啊 正常一點 好董哥 我繼續問 黃金也好像在震盪了 還是看多嗎 黃金 你剛剛入了什麼東西 還是看多嗎 還是看多 還是看多 我不是教過大家很多次看哪條軍線嗎 你是很想賣手張的金塊 我上禮拜幫你徵婚 有沒有人來應徵 沒有 樓下的空空如也 OK 那你就知道了 對不對 好 單飛不會比較紅 單飛不會比較紅 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黃金的部分 黃金 我教過很多次了 短線 就是看哪條軍線 五日軍線 五日軍線 五日軍線對不對 我說五日軍線如果跌破 代表他怎樣 這波一路創高的這種慣性 要暫時休息 要整理 對 那如果你是波段的人 要看哪條軍線 十日軍線 十日軍線 各位觀眾還記得禮拜五那集直播嗎 忘記來看這邊 點這個資訊卡 看這邊 我講了一個故事 我講了一個原油的故事 一個超級厲害的超繁手故事 他說 國際商品都要看哪條軍線 十日軍線 大家以為 那個 是不是要講我自己 我這樣 我有表現的那麼明顯 就看十日軍線 所以可以發現 黃金 這條軍線 各位 藍線這條不是五日 這條什麼軍線 十日軍線 意思就是 他早就跌破了五日軍線 在前幾天就跌破五日軍線 那我教過很多次 五日軍線跌破代表他要橫盤震盪 就跟剛才納斯達克跟費半一樣 所以他有沒有開始進入一個橫盤震盪 有 而且我們往下來碰觸這個十日軍線 有嗎 我們說波段看十日軍線 這時候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公細 一個特別我觀察到的地方 過去你可以發現 在這一波上漲的過程上 K棒 不管是紅K還是綠K 小編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哪一坑的K棒跌破前面的低點 沒有 好像沒有對不對 那你看這一邊出現一個意外 這一邊的收盤架 這個黑K的收盤架 有沒有跌破前面的低點 有 那這屬於什麼K棒呢 歡迎進入我們的老王K棒教室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老王的K棒教室 上一集我們談論到了 蜻蜓點水跟雙水打裝的型態 今天這一集要介紹什麼呢 來介紹這種吞噬型態 也就是股價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突然出現一根黑K 而且這個黑K把前面紅K的低點給整個吃掉 類似像這個線型各位觀眾也可以發現 這個黑K高點雖然過高 但是它的低點也破低 重要的是整個收盤架跌破 當初這個紅K的低點 形成一個黑K把整個紅K籠罩的型態 那這樣的型態 我們在我們的K棒教學上 K棒的型態稱作什麼呢 稱作吞噬 通常遇到吞噬的線型 基本上如果你有持股 記得獲利減碼一半 這時候倒不見得再用看五日均線 因為如果你要看五日均線這個時候 乖離可能過大 所以當你在面對股價有時候大漲一大段 你不知道該如何先做一個減碼 不想等到五日均線在跌破的時候 這時候不妨你注意 如果出現高檔這種吞噬的線型 然後下次你可以先做減碼的動作 這樣講完了 清楚各位觀眾 老王的K線教室 我們K棒不是不會 我K棒懂很多 什麼墓碑線 像這一集的老王給你問 是不是有交 墓碑線跟仙人指路 在上面連結自己去點 所以有機會就交 沒機會就算了 因為我還是強調 你整個看段商品 你要看K棒還是看趨勢 趨勢 K棒只是輔助用 你懂我意思嗎 我只要告訴大家 雖然它跌到了這個十日均線 就波段來看是支撐 但是因為它高檔出現一個吞噬的K棒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空手的 我們現在講空手的 持有的 你剛才觀察這個十日均線就好了 如果你是空手的 似乎你不用急著 急著進來低接黃金 聽得懂的意思嗎 大家聽得懂嗎 你如果喜歡黃金的 因為已經出現一個吞噬的形態 你不妨等它震盪震盪一下 看看確認有沒有守住十日均線 你在做進場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這樣聽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嗎 所以有時候在判斷均線上面 今天又多教大家一個小秘訣 把K棒稍微考慮均線的話 你可以不用急著去低接 這樣非常清楚 好董哥 回到台股 這幾天又漲又跌 還是跟上禮拜一樣很難操作 該怎麼面對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 台股這邊就一下跌一下大漲 然後一下漲一下跌一下漲 一下漲一下跌 這幾天又這樣 很難嘛 大來大去 我們告訴大家 這樣你去操作指數會很辛苦 你聽得懂為什麼 所以你就只能回到成交量的角度 你不要再看均線了 老王已經好幾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有了 沒有看均線了 我從這一根大量出現就不看均線 不用看均線 因為量 關鍵的大量出現 其實你就用成交量去判斷就好了 就像我在粉絲團 也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看量 怎麼看量 禮拜五有沒有告訴大家 看量很簡單 就是我們先回到禮拜五交的 這邊是不是有個多方缺口 我們是禮拜五說這個黑K 看起來很恐怖 但是我們守住多方缺口 收盤有守住 所以昨天是不是反彈 昨天早盤一度漲了快100點 很強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 昨天既然這個缺口有守住 你會在上禮拜五跑去放空嗎 不會 你既然不會去放空 你昨天會被嘎嗎 好不會被嘎 那反彈上來 又大漲白點了 各位 看跌 不要縮跌 那看漲要追漲嗎 也不行 我昨天就在 其實我對會員我們盤東就有教大家了 那我在粉絲團呢 也不常識的 也把這一個部分分享給各位觀眾 各位粉絲團的鐵粉 我告訴大家怎樣 我說你可以注意看這個 這個是不是近期 這個跟紅K是不是帶大量 這一根是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的多方缺口可以觀察 但是昨天的大漲 有沒有突破上禮拜四的帶量的高點 沒有 大量的高點沒有被突破 大量的高點沒有被突破 有販毒嗎 沒有 所以我昨天就告訴大家 很清楚的在粉絲團 跟我的會員的五報告訴大家 我一定是這樣寫的 我說短線就是在這個高點 跟這個缺口裡面做震盪 就看往哪邊突破 那個趨勢才會出來 我們這樣講 有嗎 我昨天特別告訴你 不要以為 大漲了就要去追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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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大量的帶量的高點還沒有過 那缺口呢 因為禮拜五守住 所以昨天反彈 今天各位 這一根黑K乾脆了吧 收盤收最低 把這個多方缺口是怎樣 實際封閉了 收盤已經封閉了 這一個盤中封閉 收盤拉上來就不叫封閉 那叫回補 這個是收盤直接封閉 那封閉代表怎樣 哇 這個多方缺口就被灌破了 所以他就有機會要再往下來 跑回跑跑 跑回到這個區間下緣 這個大量區間還是在吧 我們告訴大家 短線這樣看 但是長線你回頭過來看 還是看這個3400億的大量 你是我忠實觀眾 這跟大量我講很久了 我還告訴你怎樣 區間就很簡單 越往上漲的時候 你要怎樣 越小心 對不對 那越往下跌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急著去追跌 因為很可能低點會打到支撐 就是這樣 區間的操作就是這樣 你等他表態再來做動作 一定是安全度 就像你看道琼 那斯達克 背板不就是突破之後 就噴出嘛 對不對 一樣道理喔 台股有突破嗎 短線沒突破 長線也還沒突破 所以本來就不應該商量誤照 當然昨天的情況 因為昨天也鎖住缺口 你昨天也不會去放空了 今天正式灌破 那空方力道才會比較強勁 這時候你還站在空方才會比較縮得過去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長線還是區間 那接下來我會看前方這個缺口 大家看到嗎 這個會是短線的支撐 這個如果破了 再測這個大的區間 簡單講 台股什麼時候會崩盤 不要說崩盤啊 崩盤嚇死人 什麼時候會大幅轉弱 就是把這個大量3400億跌破 你聽到好不好 上次有跌破 稍微跌破 後來隔天就被救援了 如果這次有來 你要注意不要去預設 如果跌破就跌破了 你等他隔天有手術 才來說有手術 聽得懂 但是基本上現在 是不是還要測一個多方缺口 所以就還是在這邊 還是大的區間震盪 只要我們是技術派操作人 只要沒有明顯的突破或灌破 都還在區間 那區間就很簡單 高出低進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台股一個簡單的邏輯 貴買市場跌破十日均線的轉弱了嗎 好這大盤指數 大盤指數今天其實是被貴買市場給拖累的 因為這個大盤指數找牌還蠻強的 可是貴買其實就開始一路走跌了 而且今天跌了一個多%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貴買指數 我們上禮拜怎麼告訴大家 我們說 月均線要到下半週才會扣底低值 過去我們提醒大家 月均線一直扣底在相對的高值 所以這邊雖然突破 但是它會有一個什麼 拉回的力量 這個在禮拜五的直播我們教了 我們就不再講了 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要看哪一條均線 十字均線 我說十字均線 如果可以守住 那就有機會再一波往上上漲 如果十字均線跌破 你要怎樣 要小心 要粗清空手 那今天是不是跌破了 所以各位你要特別小心 假設沒辦法站回來 那麼其實今天跌破十字均線 你應該要怎樣 你應該是要把手上的弱勢股 趕快停損做粗清的動作 那少數強勢 少數的強勢股 你就可以報了 強勢股守住五日均線OK 或者是你的股票 還在月均線支撐 離很近的 那個你還可以報 那如果其他的跌破五日均線 跌破二十字均線 今天既然貴買已經跌破十字均線 你要做什麼動作 出清 就做出清的動作 聽得清楚 我沒有講錯 你就等它站回十字均線來 再重新來進場來做股票 我覺得會是安全比較多 你聽得清楚 這一波本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次這個 禮拜六被打處罰 因為我們禮拜五被處罰 我們說其實我早就告訴大家 月均線扣底高值 不容易一次突破 結果他給我一根突破 但現在又沒有拉回來了 我是不是感覺有點白打了 對不對 這個拉回來動作代表 月均線本來就扣底高值 壓力很大 所以各位觀眾 扣底值還是有用的 他偶爾一根可以關門 問題是乖乖又回來了 你看這個月均線 這個符號是什麼 箭頭往下 對不對 代表什麼意思 他還在下彎 就代表他扣底的高值比較大 扣底高值壓力就大 所以現在就這個關鍵 現在我們就祈禱 各位 你就只能祈禱 祈禱什麼 明天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 怎麼唱 什麼唱 這樣嗎 不然你怎麼唱 輕輕敲心深邃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誰高 低 這個叫高 這個叫低 月均線的話這個叫高 對不對 那個叫低 所以兩個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打到季軍線來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看他會不會有支撐 但不要預設行情 沒有人告訴你季軍線一定要進去抄底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事實上我們過去有畫過一張圖 我們說這個就疊下來 反彈上去 反彈這一波 然後再下一波 恩字型 結果他都搞了這段小反彈 會不會再下去 我之前已經被打過了 那我就要再打回來 如果再下去我就要再打回來 那不知道 我們不要預設行情 怎麼樣叫不預設行情 很簡單 就等這個站回來就做多 這個沒有站回來以前 貴買市場就是空方弱勢 這樣我有聽清楚嗎 有啦 很清楚的人 那這個就三條均線 這個五日 十日 二十日 現在全部糾結往下 這個叫什麼 三生無奈 比較辛苦了 所以觀眾要特別注意 當然如果 你說那我可不可以去放空一些個股 現在問題是怎樣 大盤還在區間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這個季軍線就要很下面這個地方 搞不好一下瞬間就碰到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放空個股的話 我認為你手腳要很快 如果你手腳不夠快 你要小心 這個也許你會被軋 所以我認為 既然這個空間不大 那你就是空手避開 如果你沒什麼股票的 你的股票 該賣該停損都出青了 你就空手就好了 等待回檔 你聽得懂嗎 就這麼簡單 我想這個對貴買 那我們上次也交過了 他如果站回來這三條均線 代表稍微止跌 可是要怎樣 你才可以積極做多 小朋友我上次講的哪裡 禮拜我們說什麼 這個想個前高壓力 我們說這邊為什麼會回檔 因為碰到前高壓力 所以你要等貴買突破前高壓力 在這個地方 我告訴大家 就可以用積極的操作去操作中小型股 你就會大賺 你聽懂 到時候我也會帶著我的會員 全部的會員一起進場去積極操作 可是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我上禮拜一直提醒大家 雖然突破越均線 但是只能用多少持股 三成以下 因為我一直告訴大家 怎樣 會拉回測試持均線 從這邊 有沒有拉回來 有嘛 所以老王在講的話要聽 我告訴你是一個節奏 是一個風險 你怎麼不可能 漲上來了 然後在這個前高壓力附近 還急著去 狂壓重壓 all in 那你現在就真的 超軟 不是all in了 已經完全不硬了 要特別小心 今天在談談生計股嗎 合一再漲 當然生計股再跌 好 這個 幫大家追蹤一下生計股 因為今天合一是上漲的 你不要說今天上漲 昨天合一是漲停板 過去 可以說一兩個月 老王一直告訴大家怎樣 觀察櫃買就要看生計指數 上櫃生計指數 觀察上櫃生計指數 就要看什麼 就要看合一 我們說那就等於是櫃買看合一 我們上次這樣講 而且我們對照個人都是的確這樣 可是 關鍵的變化來了 你是會員的 你昨天盤中 看到老王的午報 我就告訴你 產生變化了 你如果不是會員的 我昨天 這個在粉絲團 也有跟所有的朋友 如果新朋友 新觀眾 你不知道粉絲團叫什麼的 你繼續Google一下 臉書 網董的大盤籌碼 在字幕下面有 網董的大盤籌碼 你去Google 臉書 臉書搜尋 按讚 記得按讚 然後你要設定搶先看 你要設定搶先看 你才會看到 發到老王每一天下午的 工作日 交易日 每一天下午大概四點多 都會發一篇文章 這是從我們會員的文章裡面 擷取兩段 兩小段 我們會員大概有三大頁 擷取兩小段 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 你這個現在 還比較沒有 心有心 心不 還沒有餘力 來參加老王會員的 你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文章 讓自己避開一些風險 那比如說我們上 我今天告訴大家什麼 我們告訴大家 合一 昨天漲平板 然後最後今天還大漲 但是貴買市場今天是怎樣 往下跌 我們昨天就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什麼 來我們看這個 這是老王 昨天粉絲團在這裡 王董的大盤籌碼 昨天在這裡寫說 合一開始跟貴買指數脫鉤 未來再判斷中小型股漲跌 以不再適用觀察合一 各位有沒有看到 鏡頭OK 有看到嗎 好鏡頭可以拉近一點 合一開始跟貴買指數脫鉤 未來再判斷中小型股漲跌 以不再適用合一 OK 觀察合一 什麼意思 說以後合一再大漲 你要小心啊 中小型股搞不好是跌的 以後合一大跌 中小型股搞不好是漲的 就跟貴買指數已經脫鉤 這我昨天講的事情 那你看今天 合一是不是續漲 來創新高 貴買殺 貴買就往下殺 昨天盤上講殺 今天再殺 有沒有脫鉤 有 老王的責任 其實老王 我從來不會說 我自己這個 選股多屌 多厲害 可以讓大家賺多少錢 這種話 我從來不會講的 你看我任何的影片 絕對不會跟你吹捧 說什麼 什麼 一天賺多少 一天賺幾萬 然後怎樣 絕對不會這樣講 我從來不會這樣講 我就告訴大家 關鍵的轉折 用技術分析來看 這是我個人 比較常講話 用我的宗旨 你看 昨天你就應該要發現 合一的漲跌 跟貴買指數是脫鉤的 換言之 你就不應該再看 合一有沒有漲跌 來判斷 你的手上持股 要不要留 所以簡單講 未來你就單純 你看你是中小型股的 單純看貴買市場走勢就好 沒有站上十字均線 你就不要碰 不要隨便低接 它就是弱勢 這樣清楚了 跟合一要不要往上漲 那是兩回事 那合一不只跟貴買脫鉤 合一也跟生計指數脫鉤 今天生計指數是不是跌的 這變成什麼現象 變成資金集中化跑到合一身上 那其他的生計股沒人敢碰 你聽懂意思嗎 就變成什麼現象 你看 生計指數 今天下跌了 今天下跌1% 合一是上漲的 大家懂這道理嗎 所以 未來你說 生計指數 我要不要單純再看合一 合一當然是重要的領頭羊 合一我認為 它如果未來往下跌 生計指數終究要往下跌 但是 有時候合一在漲的時候 其他生計股沒有資金的抑注 那小心 其他生計股也不會漲了 就不會是像這一段 這一段跟著合一漲的 可是在目前為止 這兩天開始 就不見得了 那我說 那如果持有生計股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就看上跪生計醫療指數 上禮拜之前講了 月均線扣底在高檔 對不對 現在已經扣到這裡了 原本是扣這裡 高檔往下扣 接下來 大概在下下禮拜這邊 才會扣離到相對的低子 到時候才會翻揚 那這個地方就是 如果一直站不上去月均線 這個沒有明顯站上 都在月均線那邊打混 你就看十日均線 十日均線的支撐 如果可以守住 那大概就橫在這裡 甚至有機會慢慢墊高 那生計股 基本上回檔震盪都還OK 都還OK 但是 如果不小心跌破十日均線 那要小心 我上車丟了 這一波的反彈球 你就告一段落了 那你手上的生計股 要特別小心 該跑的該出去了 要走 聽得懂意思 這邊 我告訴你跌破大量低點 我記得是這邊 還是更前面 忘記了 更前面了 曾經生計組爆出一個 300多億的天量 我說你一定要走 我說大量低點跌破 你不走 你不走 一路崩 那現在回過頭還一樣 這個十日均線如果破了 你該走 不走 你要小心 他可能會來撤這個 好一點就來打第二隻腳 壞一點就下去了 明天懂意思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你說生計股 在這個地方壓力 我沒有事先告訴大家 有嗎 那我是還說反而到這邊 你要有尊嚴先賣掉 不管你有沒有去搶反彈的 其實你看賣掉之後 連續四天的修正 這也是蠻符合技術分析 所以未來給觀眾 你持有生計股 你對生計股有興趣了 就請看十日均線的造化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重點 那你說合一跟貴買植物脫鉤 是不是好事 還是壞事 像今天貴買就跌 可是合一是漲 合一不再是精神領袖 怎麼辦 好事嗎還是壞事 我跟大家講 就是好事 因為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才不會未來 因為它畢竟是新耀股 新耀股的波動漲跌 本來就很大 對不對 你未來才不會合一突然 又連續大跌的時候 貴買市場 一堆中小型股跟著下水 這樣是很可惜 因為電子股 跟生計股明明就沒關係 所以這樣脫鉤的情況 我認為對多數的中小型股是好事 但急轉線中小型股會跌的 也許未來你搞不好你不知道 中小型股再度反彈的時候 生計這個合一反而再跌 其實OK的 反正就是脫鉤了 不要綁在一起 不要被綁架有誰是最好的 像台股就好 台股大盤現在被誰綁架 台積電 所以會有垃圾盤的出現 台積電強 其他沒有用沒屁用 各位懂了 所以我認為脫鉤是好事 那盤面上在各種方面有需要特別注意的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盤面上最近因為這個櫃板轉弱 那這個大盤 其實事實上 這個我在上禮拜的粉絲團 還包括我的會員的五報 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老王都有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什麼 來 給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這個上禮拜8月6號中午的五報 我們都是中午發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每天都會有一個持股的操作建議 那這邊就有寫三層持股水位 然後請注意 個股大漲要減碼 搶反難的生技股 以獲利減碼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操作策略 操作策略 有沒有 我是告訴大家大漲要減碼 為什麼要大漲減碼 其實我在文章都有提醒大家 因為我一直跟我的會員講說 這個行情就是大漲股票容易隔天就馬上拉回 大漲股票隔兩天就拉回 所以你這個動作 為什麼 因為貴買市場還沒有突破月薪線 還沒有站穩站上突破前高壓力 所以這個情況下 這個中小型股的波動會很怕 我就這樣教育我的會員 所以我告訴大家會員 包括我們自己的推薦持股 有上漲就要賣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這個上禮拜三 我們推薦會員是不是買持股 是不是凱勝 對不對 那我在禮拜五也跟大家交代說 我們會員有凱勝 連續兩天漲了十幾個percent 但是我說我們不是追的 那兩天大漲那不是我們去追的 結果如果大漲上來超過我們的停利價 你沒有做到這個個股大漲要減馬 那昨天凱勝是不是差點跌停 那你是不是上去一趟 下來一趟 等於夢一場 所以提醒大家 你看 有時候老王做短線不是錯 有時候在關鍵的時候 像最近這種盤勢 這一兩個禮拜盤勢 你要做短 各位你想一下你的股票 如果你的股票不是那種超強勢股 你今天買 搞不好隔天就跌了 對不對 今天有賺明天就賠了 所以有時候在整理震盪的盤勢當中 做短線是最聰明的 因為我賺了就跑 賺了就減馬 然後我們就提醒我們的會員 這裡還要看到 搶反彈的升級股要怎樣 獲利減馬 升級股是不是 禮拜是在哪 禮拜是在這一天對不對 碰到月經線這一天 是不是連貼好幾天 今天都下跌了 有沒有 有沒有講在前面 有嗎 那我跟粉絲團的觀眾也有提醒大家 我們說現在就三成以下 為什麼 因為各位買市場 沒有突破 沒有突破前高壓力 那這樣子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我剛才提到 現在盤勢就是 今天大漲的股票 明天容易大跌 我們用一個族群來說明就好 這個 這個叫太陽人 昨天一堆太陽短天板 對不對 很多妹子就會怎樣 講話 妹子會講話 然後你們看 這位洋妞就說 老王 今天太陽人好強 買不到 怎麼辦 小便怎麼辦 沒關係 收盤 由我當你的太陽 哇 唉唷 撩起來 撩起來 然後你又忙後 升穩 結果 今天太陽人發生什麼事 登登 哇賽 這個圓金 最強的圓金 疊停板 心晶透控 什麼聯合再生都大跌 這是 昨天 這是今天 那各位 你說這類股輪動 個股的輪動快不快 快 所以這是我講的嘛 我說上禮拜就一直告訴大家 到昨天都要告訴大家 個股大漲要減滿 你昨天太陽人不賣 今天就掛 那這還是有的人喔 如果你是那種愛追的人喔 愛追 就像我們講一個 股價常常有人在佈局 是拉回佈局 有兩種人 拉回佈局 有一種是怎樣 突破佈局 對不對 有很多人喜歡追突破 為什麼 突破沒有不好啊 這個節省效率 因為突破通常都要噴了嘛 對不對 速度快 但是你有風險 今天如果大盤或櫃滿市場 是一個震盪區間的盤勢 你去追突破的 你要小心啊 你會很容易被拔來拔去 最近的盤勢 我們講一個最簡單 又是一樣 我現在拿凱勝出來舉例 凱勝上禮拜五 是不是標準突破 對 你眼睛閉著 我用膝蓋想喔 就知道一堆人會來追凱勝 當然不是我們會員 一堆人 市場上其他 為什麼 突破前高壓力啊 外資投信進來買啊 結果昨天摔死 你懂這概念嗎 昨天一堆太陽人也突破啊 今天全部回檔 你懂的意思嗎 就是現在這個盤勢就不適合 就不適合用突破的方法去操作股票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用突破去追 你就會受傷 那老王的推薦會員買的股票 都是比較低機期的 都是在整理過程的 當然也會停損 也會停損 也會停損 那停損的過程當中 不會那麼透 不會跌那麼多嘛 昨天太陽人喔 這些喔 一堆都是只能那個 都沒有無知無倦喔 就是你不能當衝喔 好 你去追場停板了 今天一開 哇塞就這麼慘了 那你不是直接套牢了嗎 因為昨天你賺到 你賣不掉啊 不能賣嘛 那今天就掛嘛 但這只是太陽人喔 還有很多個股也是這樣 就今天大漲 昨天就大跌了喔 這是很常見的 現在盤面的現象 說到丁寧各位觀眾 在這一個時期 就是在這一個還在盤整 偏弱的時期 請你在操作 如果你有買到 這個上漲的股票 大漲的第一根 先做個減碼動作 那避免未來兩三天的回檔 你會很可惜 聽很清楚 這是給大家的一個 操作的一個策略 好我們哥 那手上個股 月均線手得好好的 到底要不要參加 除全席啊 這個除全席的問題 我相信小編你是很多人在問嘛 對啊 包括我們的會員 因為我們有推薦十股 這個就是 可能買了之後 過了一個禮拜 好幾天左右要除全席了 我的答案很簡單 在這裡也順便 跟我的全體會員告知 不管是不是我的推薦十股 我都希望大家怎樣 不要參加除全席 沒錯 因為老王有一句名言嘛 什麼名言呢 各位觀眾 就是這句話 這我講過恩次了 你只要是鐵粉的 你都一定知道 小編你也知道吧 沒錯 我長大之後 從不參加除全席 這樣 我的名言 各位觀眾 因為很重要 我們唸三遍 好 我長大之後 從不參加除全席 台語 我長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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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有點硬 英文 English 文安 Gross up 英文 英文 英文是擺名要讓我難看 好不好 好 我請空姐進來 可以 客家話 不會 不會 對嘛 再講一次國語好了 我長大之後 從不參加除全席 我們可以把上面這個解掉 英文就有結論 這不用看 沒關係 就是 不參加除全席 你如果在任何一個節目 任何一個節目 聽到我說 要參加除全席的 麻煩你 這個 來公司找我 我請你喝飲料 好不好 我請你喝飲料 我請你吃一餐也沒關係 我請你吃一餐也沒關係 我絕對不會 在任何節目 我就一直告訴大家 不要 參加除全席 除全席 當下不要參加 但是你可以賺除全席的行情 比如說 你在除全席前 去操作股票 賺他一波 除全席前賣掉 或除全席後 你去買 賺他田席一波 聽到沒有 這個我都有教 但是我就教你 不要去參加除全席 所以 就算是老王 你推薦給你的持股 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看股票的時候 有時候會忘記他什麼時候要除全席 沒注意到 如果你發現有除全席 或是 一個月後才有除全席 可是如果像有些股票 拖了一個月後才發動 對不對 他都沒動 這個時候你要考慮你要不要參加除全席 在你成本差不多 比如說小賠一兩趴兩三趴的情況下 你就賣掉 就不要參加除全席 因為你是老王的粉絲 你是老王會員 本來就貫徹老王的精神意志 我就是不參加除全席的 你可以等到除全席後 再考慮要不要再買回他 這樣非常清楚 為什麼這麼說 跟大家講一些 你看這個 IC設計 IC設計 先講IC設計 為什麼要講IC 因為我等一下講一檔股票 今天除全席 但是這樣股票就是IC設計 所以我要先講IC設計 還記得過去兩三次直播 不是很多人都會想問 小朋友不是都問我說 IC設計轉強了沒 我是一直告訴大家 還沒有 我是一直告訴大家 沒有看到高價股全面轉強啊 頂多就是一些個股零星上漲 就是有站上月均線的股票可以上漲 有IC設計可以上漲 跌破月均線的就轉弱 我是不是一直這樣講 我說沒有整體發動嗎 我說還沒有整體結束嗎 你今天看來 今天這些我把高價股列出來 你有發現高價股的價格好像越來越往下 有 脫離2000塊越來越遠 有沒有 所以請問IC設計高價 而且以前集到這裡 大概還有300多塊 還有200多塊 現在這裡是161塊 同樣一個檔數 大家發生什麼事情 這些股價是往上在大展還是往下修正 往下修正 所以我其實早在很久 好幾個禮拜前 各位觀眾我有沒有講 我早就請你避開IC設計了 來看VCR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 IC設計的部分 IC設計在這裡 今天是全面的回檔 少數部分紅的 那我這一個是高價股的排行 我把高價股都找出來 我的用意就要告訴大家 今天高價股是比較弱了 你們還記得我一開始講IC設計的時候 是什麼理由嗎 大家還記得嗎 我是說IC設計高價股都在動了 千金在比價 所以有什麼 有大戶跟主力進場 因為大戶跟主力都買高價股啊 一般產物不會買高價股吧 所以我說IC設計會成為主流 後來就漲這麼一大段 那今天高價股是比較弱了 你看喔 高價股排行榜喔 幾乎都5-6%的跌幅 所以我就覺得 高價股轉弱的情況下 IC設計你就 因為之前真的漲很多了 該停力的部分 跌破五日均線 漲多你就做停力 那如果橫盤呢 才會漲往下跌破玉均線的 你要先做出場 IC設計可能要進行一個整理 短線的整理 那整理到什麼時候會重新轉強 就是等這個高價股 一樣我會再拿一張表 我會再拿這張表 如果看到這邊都是紅色的 那有些開始過高了 那就代表IC設計重新轉強 那你就可以再操作IC設計 嘿 有沒有 不管是生技股 在很早之前叫你避開 IC設計也叫你避開 IC設計最近的點是怎樣 而且一直小編一直問大家 一直問老王說 到底可不可以買 我一直告訴大家 沒有 整體族群還在修正整理 好 所以我現在還是一樣 維持我一樣的慣性 各位觀眾 什麼時候你可以注意IC設計 什麼時候才可以買 你就等高價股全部回神 如果都像這樣子 價格越來越低 都沒有回神 即便有一兩檔創高 可不可以去亂買IC設計 可以 它就是個股表現 去站上月均線的放彈 那沒站上月均線跌破 就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剛才講除旋席的是怎樣個股 艾浦 這是一個前字號 代表今天怎樣 除旋席 除旋席當天直接跌停板 這樣 去除旋席開心嗎 就開心 我剛才那句話是怎麼講 長大之後從不參加除旋席 你昨天無腦把艾浦賣掉 無腦賣 今天早盤無腦接 不要參加除旋席 你無腦接 你駕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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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 來駿今年除旋席的當天一除完 當天開盤一下子就擋到跌停板 對不對 到現在填習了沒 還沒 除旋席切口在這 沒填習 再看擋 這叫偽創 在除旋席前有沒有大長 我是不是說這種行情你可以做 但是你要不要參加除旋席 你一參加除旋席 除旋席就一根長黑 這一間好像也是跌停板 然後死了到現在 還原全席了沒 你這邊無腦賣 這邊無腦賣 這樣有價差嗎 10%以上 那有人說 我會參加除旋席 是因為我要長期投資 各位觀眾 每個派別有短線有長期 我都尊重我都覺得很棒 你按照你的方法賺到錢就好 但是 你要長期投資 跟你要不要除旋席是兩件事啊 你如果在除旋席先把它賣掉 這樣殺下來 假設這邊有一百張 你殺下來 這樣價差有你就把它買回 就無腦買 管它以後不會再跌 反正就無腦買買一百張回來 你是不是還是長期投資 可是價差你賺到沒 你懂我意思嗎 你還是可以無腦 你還是可以長期投資啊 但是你的重點就是前面先賣掉 後面再買 這樣重要的概念清楚嗎 我不是今天才叫你不要去買除旋席 我是早就一直在各大節目告訴你 不要參加除旋席 我說只有怎樣 主流強勢類股 而且在大廠的過程當中 你才可以參加除旋席 我是這樣教大家嗎 對不對 台郡這個疊下來 有沒有在之前已經大早 而且當時不是主流嘛 對不對 偽創代工的什麼時候變主流了 不是主流吧 對 那這個愛普 IC設計 請問現在是主流嗎 不是 大概是一個多月前才是主流吧 對 既然已經不是主流 你為什麼要參加除旋席 所以你要聽清楚嘛 老王教我很多次了 好好把老王的直播影片看好 我不會害你 我最大原則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大到之間教你避開風險 然後我們穩定的賺取獲率 我覺得 這是你看我這個直播 能夠學到最多的東西 所以在這邊 這個除了跟觀眾講完之後 也跟我全體會員 以後 如果老王有推薦持股的情況 遇到除旋席 請你不要去參加除旋席 你如果對這張股票還有興趣 請你除旋席之後 他如果可以用還原日K 還鎖住均線 你再回來買 我在這裡 也跟我們全體的會員 做個呼籲 做個公告 好龍哥 你過去幾次直播 都說要選投信買超的股票 就可以享受財報前的上漲 未來幾天也是這樣嗎 對 這個我們上禮拜 一直跟大家提醒 大概上禮拜兩次直播 還是上禮拜都提醒 接下來這個八月的上旬 兩個禮拜面臨到財報週 那個爆可能是爆炸的爆 也有可能是報告的爆 如果是爆炸的爆 就代表你踩到地雷 那你可能就粉身碎股 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 我是請大家避開財報還沒公布的個股 沒錯 那我說 可是如果你想要搭乘那種財報利多 因為有的公布財報一公布 股價是大漲的 你想要享有這種利多的話 你如果靠自己研究 可能有些不充分 所以你要找投信買超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投信背後一大群的研究員 研究團隊 他做的功課絕對比你還多 所以如果你去找投信買超的股票 那麼投信幫你過濾過 投信團隊有研究 那財報不會太差 在財報之前往往有機會 難慢的一波大漲 知道踩到雷的機會不高 那這個是前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上禮拜五已經做一些驗證 那這個今天 這個禮拜五剛才小編講 我們再來看一下幾檔做驗證 但是 那比較特別是老王要把我這個 會員的399以上 會員的持股 來做個例證 就來當作舉例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群光 是老王在7月23號的 盤中 我推薦給399以上會員的選股 那推薦的持股 主要原因你看就是 當時投信買一大堆 那當時我們設定的停損價是 82.6塊 大概就這個位置 就這個位置 82.6塊 一路震盪 請問跌破這個停損價嗎 都沒有 沒有跌破停損價的情況 當然你持股就續爆 投信一路買一路買 昨天是不是拉了一根長紅 昨天長紅大檔6% 請問你 在這邊花了一個多月 7月23到今天 好像每個月 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等了一根長紅 開不開心 那我的停利價 設定是90塊 停損價是82.6 停損 停利價是90塊 那相信昨天這根長紅 已經超越了90塊了 到達我們的停利價格 那我說停利價格 你要怎麼辦 各位觀眾 不管是各位會員 停利價格 大概就是你要減碼 再搭配我們前面講的 現階段 我們每天在五報 給會員的分析 就叫你股票大漲 一定要先賣 至少賣一半 我都這樣講 所以你昨天不賣 各位 今天的群光 是不是一根長在殺下來了 你報了兩三個禮拜 昨天長紅6% 你不賣 今天跌下來 那不就是懵一場 那不是我爸已經告訴你們 我們這個大的策略 對於會員持股的策略就是 大漲的股票 到了停利價 記得減碼一半 至少賣一半 那剩下一半你就看情況 設定好我們的SOP 然後你把它賣掉 那顯然 你昨天不賣 就吃下來了 那是不是殺下來了 那是不是很可惜 頭新有沒有買一大堆 有 上禮拜還買對不對 那有沒有提前反應 財報利益都有沒有上漲 有嘛 所以你跟著頭新去選股 這種還沒大漲的 的確有甜頭可以吃 甜頭漲上來 你還是要賣 再來看見頂 見頂的部分 過去 大概在這邊 是我們的上週 是我們的會員的推薦持股 盤中也是3999以上的 漲上來 我們停利價是多少 停利價是132 先看下面是不是 頭新買超一大堆 這一路買上來 有沒有在財報前 也拉出一波大漲 有嘛 好 那昨天公佈財 毛利率 盈利率都成長 表現還不錯 結果今天就殺一根下來 出我的預料 但我先跟大家交代 就是 我們的停利價設定是132 有沒有到停利價 其實有 但問題我要跟各位觀眾強調 跟我的會員報告 對這段講給會員 3999以上會員 這個132這個成交 我記得當天成交 不多張 沒幾張 點到一下 假設是十來張好了 假設有點忘記了 十來張好了 就不多 小便 你當作我們會員是怎樣 2、3個人會員 2、3個人會員 是不是 2、3個人會員 我就會賀成交 恭喜 沒有嘛 然後會員 不只這個數目 一人刮一張也不只 所以我意思是 這個132點到之後 他沒有穿價 就沒有到132點五 就等於說 如果你有掛的 不見得成交在你那裡 不見得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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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你有可能要說去忙 你再回來看的時候 132已經過去了 你也再也賣不到了 所以對於會員來說 因為成交張數太少 我跟你講 各位觀眾 尤其會員聽到 老王是一個負責任的分析師 什麼叫負責任的分析師 就是說 績效有時候 有停損的股票 有時候有賺錢的股票 那是其次 重點是你要對於會員負責 你要夠誠信 像這種只成交幾張的 雖然他真的有到我的體力價 我在推薦給會員的時候 就寫132有沒有到 有嘛 但是因為成交商太少 所以我在這裡 像我399以上會員說 抱歉 這張股票 就不算老王 這個有達到體力價的股票 你聽到沒有 就是說 這張股票 你有賣到的恭喜 你沒賣到的就算在我的份 意思就是說 跌下來 我們就把這張算成是挺損的 因為今天挺損了 你說 蛤?老王 這132沒不到 昨天跌多少 昨天跌1%多還是2% 不知道 反正不多 今天再跌2% 什麼 跌個小跌2根 大概4%你就挺損了 對 就挺損了 就是挺損了 你看 因為老王 在這種環境下我都把挺損 都替會員想把挺損射得很近 我們做的目的就是怎樣 操作股票 我只能容許怎樣 小賠 小賺 大賺 我絕對不容許我的會員 包括我以前自己的操作 不容許有大賠的情況發生 所以 今天就點到這個停損架就出場 沒關係 有機會 看情況我會再選回來 問題是現在 短線暫時這樣回跌下去 財報也公布了 財報 沒有很差 盈利毛利都成長 但是股價就往下 我們要尊重現行 沒關係 我要強調的是 那這一檔股票 就算在 就是我們 推薦會員 然後賠錢 因為今天也打到停損架 因為你這邊賣不到 你等個兩天就打到停損了 那就算在我的 就算是停損的股票 這樣OK嗎 跟會員交代 那像這一種的 你熬這麼久 有沒有跌破我的停損架 沒有 所以你應該報了 你是會員的 你如果你有這樣 你本來就應該報了 停損架沒破 那停利了 這種再一根藏黑 就不能算我的了吧 90塊停利價 昨天來到昨天早上高點 還有95.2 比我停利價多了5塊 那你不賣 真的不算我的 所以老王是一個 負責任的分析師 各位會員你聽好 我都很誠實 面對我所有每一檔股票 我還可以跟所有 你很少老師 會跟所有電視錢 或是觀眾 網路觀眾講的 我就是一五一十告訴大家 哪一檔股票賺錢 哪一檔股票賠錢 告訴大家 所以你當我的會員 非常的 怎樣 輕鬆快樂 懂嗎 不會有什麼欺騙的行為 就告訴你嘛 這一檔你只要沒賣到的 因為成交的方式不夠多 會員沒這麼少 所以疊下來都算 疊下來這個賠錢 算我的意思不是我要給錢 算我的意思是 算在 老王這檔股票等於是賠錢的績效 這樣挑 那我之後 沒關係嘛 股票就是怎樣 賺賺賠賠 3999會員 除了這個群光 還有一檔 到今天還在大檔差點漲停板 哪一檔股票 IC載板的星星 這個波段漲多少你知道嗎 漲四成多 嚇死人 那沒關係 股票就是這樣賺賺賠 跟著老王會員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有停損 你記好一定會有停損 但重點是這樣 小賠小賺沒關係啊 我們要撈到大眾的股票 那最近行情比較不好 那像這樣 小賠停順 大概4到5%左右 我覺得可以接受 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大概就這樣 所以你可以給各位 股票給各位觀眾看 就是 你看投信買上股票 在財報前的確有拉出來 可惜財報的反應 因為可能不夠好 是有成長 但不夠好 所以也可能今天因為大盤的影響 今天貴買市場的影響 就疊下來 那也沒關係嘛 我只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回到我剛才今天的主題 現在的盤市就是大漲的股票 一拉上來 一碰到這種停利價 一碰到 就摔下來 所以為什麼老王 這一段期間 這一兩個禮拜又做的比較短 為什麼 停利價設的比較近 因為就是要提醒大家 大漲上去之後先賣一趟 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賣 這兩天殺下來 萬一明後天又跌呢 那不就很辛苦嗎 所以各位觀眾 接下來應對盤市的很重要 一個重點就是 即便是投信買超的股票 你也記得 拉出一根長空的時候 記得先站在賣方 先做個節目 OK嗎 好 等一下 小便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你不覺得觀眾覺得我們很認真嗎 很認真 我們今天沒有梗 沒有笑話 沒有幽默 這是我們的台嗎 對不對 告訴各位 今天就是不要有梗 梗日 對 五梗日 今天五梗就最大梗 不然每次都說 老王 你直播演戲 比講解還多 我們就不演了 今天 就認認真真 講了多少東西給大家 就這麼認真 好不好 看你們會不會習慣 就這樣 還是期待 大家幫我多按讚 多按讚 我們今天就認真的老王 我們今天就沒梗 其實不是我不想演 是因為 今天小編沒梗 所以 沒有梗 下大雨 沒梗 繼續 下一題 港股今天要大漲了 我知道還是區間 對吧 對 我們回過來 港股 還要不要再講 我每次講港股我就頭暈 為什麼 因為 30秒可以講的事情 我每次都要跟他講到5分鐘 3分鐘 對 差3分鐘 還有這張圖 那就區間 上禮拜等下來 禮拜五等下來 是不是又收一根腳 這個圖我不用再講 其實聊天室有香港的朋友 上次他還有留言跟我打招呼 香港朋友 你們的港股就這樣看 好不好 就在這個區間 他如果可以突破這個 上圓的壓力 代表他可以短線就翻多 沒有的話 那就是區間 區間你要小心一件事 我教很多次 區間下圓就不要亂殺地 高檔不要亂追高 你看他就一直在那邊震來震去 有沒有 所以請你耐心等待港股的表態 當然你要注意這個線是越來越下面 所以說如果他一直震的話 低點是會越來越往下的 大概是這個觀念要記得 講完了 董哥你講完了 講完了 你認真了嗎 我認真 你看不出來我認真嗎 看好 各位觀眾 我很認真耶 這區間啦 我很認真耶 你是覺得我不夠認真是不是 覺得不夠認真是不是 老王不只三分鐘 三分鐘都不大 沒有 因為這太簡單了 港股就這樣 這個圖我早就 這個圖我在這邊就畫出來了 我要不要放VC啊 不用了 一直震震震都在這裡 我想你是忠實觀眾都很清楚 我們趕快下一題 不免熟 陸股真的守住短期均線了 繼續看多嗎 陸股 來我們來看陸股 這個就是 怎麼還在橫生 怎麼還在橫生 因為你說 這個 一分鐘太短 今天加碼 橫生 橫生 好不好 一樣 港股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在說區間嘛 我們今天給他加點料 加點料 把均線放進來 好 不要給大家都看一樣了 放進來 你看我建議大家嘛 夠意思齁 把均線放進來 五日 十日 二十日 六十日 全部放進來 喔 有沒有在糾結了 這邊是發散對不對 對 各位觀眾 什麼食物又來了 麻花卷 最近離島旅遊很盛行啊 麻花卷是哪裡的食物 小琉球啦 什麼藍魚 小琉球 拜託欸 小琉球 麻花卷 麻花卷捲捲捲捲捲 你喜歡吃哪一家 各位觀眾 小琉球麻花卷行的吃哪一家 好像有兩家對不對 麻花卷這樣捲捲捲到後來要幹嘛 大航琴 大航琴就來了 所以各位觀眾 港股麻花卷開始捲喔 好 就是要預約大航琴 大航琴 大航琴到底是往上往下 就看他怎麼表態嘛 對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看他怎麼表態 其實就在形成這裡嘛 來一根長紅 來一根長黑 各位觀眾 注意啊 港股可能會有大航琴的發生喔 好 董哥 那真的是不免俗 好不用問了 不免俗就入股嘛 來 回來看入股 入股呢 怎麼在這邊呢 他已經站上這個月均線 20日 5日跟10日 我們就跟各位觀眾講他是短線翻多了對不對 短線翻多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入股重回短線的多頭 但是 波段長線要真的翻多去挑戰這個前高 要怎麼辦 要把前面這個糕點給突破嘛 怎麼放進來 就這個前面糕點嘛 這個也講很多次了嘛 高點要來一根長紅或跳空 目前剛好都卡在上圓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明顯的突破 所以稍微等待一下 如果可以來一個明顯的突破 那我跟你講 這個區間一成型 剛才我們前面有教過那個區間等幅嘛 上圓減到下圓嘛 等幅的測區把它移上 這過前面的高點簡不簡單 就蠻簡單的囉 所以聽清楚 這個入股當然是 短線就是多方趨勢 不用懷疑 短線的支撐 我們上禮拜我是不是講過了 我們說這裡有三條短線居撐 短席均線嘛 除非一根長黑或黑 會跳空灌破 才會短線轉弱嘛 那是不是收起來了 上禮拜有收腳 所以目前來看 入股當然還是在一個 短線強勢的多頭震盪 它在等的 就是等突破 突破這個大量的高點區 這個前面兩個高點區 我想 這個上陣指數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A50指數的部分 A50指數部分 我們把五日十日二十日 也給它調出來 上次我們在這邊有提醒大家 二十日均線往下彎 所以它沒有明顯的站上 後來是不是回檔 這個我們提前講 就不用放VCR 這一次 今天來了一根長紅 倒是一次把五日十日二十日 站上 各位觀眾有看到嗎 已經完全站上了 站上的情況下 難道就要翻 噴了嗎 也沒有 站上叫做短線翻多 那真的要大檔要怎樣 回到前面來 跟這個上陣指數一樣 它是這邊有兩個高點 就把這個兩個高點 這個區間 上面給它突破 一突破等幅測距 當然就有機會突破前面的高點 所以各位觀眾 這個上陣指數已經蓄勢待發 只要守住 只要突破這個區間的高點 就可以簡單突破前面的高點 所以A50指數的部分 短線已經翻多了 那有機會 跟上上陣指數的腳步 來挑戰這個高點 高點如果可以突破 那在前面的高點 也就是很輕鬆的事情 我想這個A50指數就這麼來看了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直播 我想從各個層面都有 那今天因為小編比較沒梗 所以今天我們笑話時間比較少 演戲的時間比較少 待會兒我會好好來教育下我們的小編 我們這節目要寓教娛樂 好不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剛才下雨天台北下大雨對不對 大雷雨 如果台北股市櫃滿市場 接下來要下雨的話 記得要怎樣 來老王的頻道撐拔傘 會員們不用擔心 我也會為你撐拔傘 我為你撐傘 這是一首歌嗎 不是 啊不是 沒關係 小編又在亂錄 沒關係 所以大家記得 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記得看完老王影片要幹嘛 按讚按讚 然後要幫我們多多拉人 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我們要充15萬人 再次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記得幫老王轉貼分享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結束 我們禮拜五再見 拜拜 斯文言 直播 沒問題 我們 坐 묻